拿下來一下 謝謝 豐富的一部電影 雖然它其實是一個蠻通俗劇的故事 但是它跟整個 我覺得導演非常刻意地把整個時代放進來 我們剛才用了很多很大膽的那種視覺手法 還有交叉緊接 把人民的生活 每天這些勞動人民的生活 與其幾個主角的生活互相傳插 所以讓我們感覺到這個很鮮明的時代性 我們在等音樂家的時候 請李女士先介紹一下新的異性的背景 其實《心理系》的創作是在1934年的10月份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很冷了 大家能看到裡面那個主角在說話的時候 其實有哈氣的 其實拍攝的時間是在冬季 而軟件穿著衣服還很單薄 一直是穿著短袖 其實《心理系》創作的時間 就是這個整個的社會時代是 就是這個紛紛變化 這個社會 當時連環二場 經濟已經陷入了一定的危機 引致於到工資一直在拖欠當中 然後這個日本經過主義的侵略也是盡在咫尺 所以在這個作品裡頭 實際上是穿著很多當時進步的電影創作者 對於國家對於社會那些思考 確實是這樣子 好 然後兩位音樂家大家 我們再給他們鼓一下掌 非常辛苦的演出 長達100分鐘 那個 我想 我想先問一下 裡面《心理性》的那個主題 主題音樂 至少出現了三次吧 對 尤其片尾的時候又再出現一次 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刻 確認這是從哪裡來的旋律 這首歌其實就是大家在片頭看到 有一個作曲叫《涅兒》的 這位先生寫的 然後 事實上他也是創作就是中共國歌的人 然後 我們那時候就是 好不容易找到這一首歌之後 本來是想要利用這一個歌的和弦 然後再做一些變種 然後後來其實主要是 在決定就是 他大概會在哪些地方出現 那我們其實安排了三次嘛 第一次是在 就是他們作曲的時候 然後 還有就是尾巴的時候 那其中 另外一個我們的選擇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就是我們決定就是他是在 要去 決定要去出賣 就是他說他要去出賣肉體的時候 在鏡子前面化妝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那個時間點在演奏一次新女性 然後 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他可能會有一個就是 比較 就是有因為那個落差而產生的那個 情緒效果 就是因為 那一個落松頭現在很累 然後我不太會講話 好我們看到這部 這部片有很強烈的那種社會批判 尤其那所醫院叫做博愛醫院 看起來還是那個孫益縣的字 孫盧山縣縣的字博愛醫院 確實這麼的殘酷 然後裡面所有的男性就是一個比一個壞 對就是男性不是色魔就是唯利是圖 不然的話 就唯一 軟衣 維銘喜歡的那個男人 那他卻是個木頭 那這個片子我特別想起了這個 《藏龍墨谷》裡面的那個 同樣的月木頭男人 就李悟白 同樣是這樣的 包括這個蔡曉生在軟衣的這個 施命當中扮演的一個角色 其實跟這個影片當中的這個編輯 這個余先生是同樣的一個男性的角色 好您要不要再闡述一下 我只是贏一個話的我想聽你講故事 好的 我覺得其實 包括我們在軟衣這部影片當中 大家都比較關注的是軟衣 和蔡曉生的這個情感問題 我查詢過很多史料的書籍 我個人覺得是 軟衣當時在這種 張達明和唐吉山的這種 情感糾葛當中 其實他已經身心疲憊 當時他其實特別想把這個情感寄託 轉移到蔡曉生的身上 但是蔡曉生其實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是一個特別理性化的人物 就是他特別能夠克制自己的感情 試過很多年以後 我們當時的一個知情人 柯林寫了一篇回憶文章 當時是這麼提到兩人的感情 說兩個才華恆意的年輕人 分別熄滅了自己心中燃燒的火焰 就能說服電影一樣吧 對 對 電影當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編輯 余編輯 問他為什麼這麼冷淡的時候 他說我怕激情燃燒 實際上是相似的 我覺得蔡曉生和軟衣的情感 軟衣是一直在等待 但是蔡曉生一直沒有給出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 這是導致最後軟衣 就是選擇服毒自殺是有直接的關係 那蔡曉生為什麼這麼會描寫女性 但是他眼中的男性都這麼惡毒 真的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男人 是這麼的不可取嗎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 但是我覺得剛才您說的這個醫院的問題 就是這個博愛醫院 包括就是我們過兩天會放的另外一個片子 叫《災會把上海》 那個醫院的名字也是很有意思 叫《大人醫院》 就是當時的這個三十年代的進步電影 一直在通過這個標牌 包括一些這個橫幅 來做一個時代的一個反諷 包括我們軟衣的另外一部影片叫《國風》 當時這個掛的一個橫幅的牌子 也是這個聯校中藝 好我想在座的觀眾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音樂家也在 然後專家也在 我們可以盡情的回答各位 關上影片又懷的問題 好嗎 有嗎 有沒有問題 請教一下 據說是有二十九部電影嗎 那我們純次的好像要剩九部 你想知道那二十部去哪了 我只能試著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中國電影資料館是在1956年成立的 籌備 58年正式成立的 我們接收的這些所有的影片 也都是從各個電影製片廠接收過來的 這些影片我覺得大部分是在戰爭當中銷毀了 它是有二十九部存世拍攝的影片 那麼現在存世的只有九部 前期最早軟毀的這個電影生涯 應該我個人覺得是分為三個階段 最早的一個階段是 他實際上當初很早是在明星公司 我覺得大家可能應該知道這個背景 是由於他當時在一部作品當中 是跟蝴蝶演對一台戲 那麼在這部作品當中 他的男主角 他的演對手的男主角 朱菲 當時可能在這個表現不是很好 引起了當時這個張世川的反感 於是把這個反感遷入到軟毀身上 軟毀在明星已經無戲可拍的情況下 他轉到了大中華百合公司 那麼在明星公司所有的作品 現在已經都消失了 包括他跟這個蝴蝶的合作 白雲塔 這麼一部這個無眠影后 和定影皇后的一部聯媚之作 已經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 然後他第二個階段是大中華百合公司 在大中華百合公司 他可能拍了大部分那個時候 就是在二十年代末了 那個時候在上海瀰漫的是這個武俠片 刀光劍影的武俠片 這些影片也是沒有一部存下來 到目前為止 就是包括他在這個 他的第三個階段是轉移到聯華 聯華的第一部作品是 《孤獨春夢》 也是沒有留存 就是目前我們看到最早的 《流存下來》的作品 應該是 類似《桃花氣血》 《記憶姐妹》《戀愛與義務》 這樣的作品 其他的那些作品 大部分 我知道的是 就是銷毀的一部分 是聯華在這個戰火當中 丟失了很多 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好像 還沒有意識到就是 這些影片對我們的重要 就一開始沒有意識到 後來發現我們真的缺少了很多東西 我們自己 自己文化的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意識到了 因為那個歐洲也是在三幾年的時候 它才開始建的資料館 當我們意識到這點的時候 我們就是 政府在籌備 在成立資料館 所以從五六年開始 政府發的公告 就希望 有這些老的影片的這些單位 能夠捐贈 捐贈給政府統一來保存 但是當時我們的條件 確實不是很好 後來到 58年資料館正式成立 實際上真正有一個標準的 能夠說 保存條件比較完好的庫房 實際上才是 六九年開始有的 所以說是 從那以後慢慢 逐漸開始重視 這個時間點我有點好奇 因為資料館已成立 等於就碰上了文革 那這中間會有影響嗎 會的 會的 那個 在文革期間的 像這個影片 包括 就是我們 將來以後要看到的 那個 《再會把上海》 像《再會把上海》 在林業老師的文章裡頭寫到 他在登錄 檔案 檔案在注入的時候 是六三年注入的 但是實際上 我們真正拿出來演的時候 是八二年了已經 因為這個中間有什麼 一個呢 是在收集整理的時候 我們一個是人員的缺乏 還有一個空間有限 所以他在六三年 才那個 才那個 入當 但是呢 就是很快 六六年文革 文革期間呢 就是這批影片 我們作為一個特當來保存的 所以呢 就是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兩個庫房 到目前為止 是由武警 站崗 原來是那個 由部隊的解放軍來站崗 因為不像還不像其他的 都是屬於那種保安 所以我們一直對這方面 作為一個文化遺產是很重視的 當時那個特當是屬於那種 就是專人保存 專人保管 現在基本上就是沒有人知道 大概那時候那個特當 一共到底有多少影片 那個時候的專人 大概也就一兩個人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就是前一段 我在跟他們老人在做這個 諮詢啊 在聊的時候 才知道有這樣一段歷史 所以這些影片得以今天能夠 還比較完整的 還能看到 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個人認為就是文革 其實沒有對影片的就是 保存有什麼衝擊作用 相反的是對影片 保存起了更好的一個促進作用 因為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 中國電影資料館是派解放軍部隊 修立了一個專門的這個 儲存膠片的庫 那個庫房的結實程度 完全可以詆毀就是這個原子彈 就是他做了 我們現在就是做新的工程的時候 發現這個庫房 直接是 剛才我在飛機上 還和白河老師交談 它是由三層 沙子水泥沙 然後回廊 這個公式建築非常的頑固 是當成一個公式的 就是軍事的這個建築來做的 而且當時庫庫房的 全部是這個 荷槍時代的解放軍 到目前為止還是這樣 文革只是說 這些片子禁止動用 不讓外界 但是實際上 這個對它的保存 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好 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謝謝 因為我們時間所限 我們先這位好嗎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就是 我看在電影中 出現了好多簡化字 然後我知道 當時好像國民政府的教育部 有出一個第一批簡化字 可是我看 好像電影中的哪些簡化字 好像有一些是不一樣的 而且是跟現在大陸用的那些簡體字 又不一樣 所以我想問 這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含意 還是 就是 為什麼這種字會出現 謝謝 就那些簡體字的字卡 是原詩的嗎 對 我也發現這一點 比如說像這個學系的學字 是吧 是挺明顯的 因為我看到這個字 我也覺得挺陌生 這個影片應該是當時是這樣的 我沒有動過 就是當時三十年代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字體 我不知道能不能解釋 因為不是專門研究這個漢字演變的專家 好 有一十點所前 所以我們最後一個問題要問 其實那個策展人有慧珍 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我用觀眾身份問 如果沒有人要問的話 這個問題給我 那就是接剛剛的話 就是說你用解放軍去保存這個 膠卷這個 這個跟我們的教育所知 好不亂相同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這批影片 在中國大陸有沒有游通 就是說在那個之後 就是這影片完成以後 然後之後就是 50年代以後 就是資料館成立以後 那一般的民眾會有機會看到嗎 因為這個影片的 算是意識形態上 比較是正確的是不是 那個那個 通常沒有機會看到 因為這批影片 屬於真的是比較珍貴的東西 像我們 也不是除了重大活動以外 也不是輕易地動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在做的是 就是希望能夠數字修復以後 能夠可能利用起來更方便一點 因為現在在動 都是在動腳片 而且我們的那個底片 就是大家都覺得 實際上這個也好不了 把狀態好不了多少 因為當時收集來的時候 已經是很很破爛的那些東西了 所以盡可能的減少 就是動用這個膠片 等到也許將來我們有一天 可能會更多的方便 好 謝謝 所以大家知道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由於時間所限 所以我們拉到場外去 可以做繼續的Q&A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繼續的來討論 那我們場內就要先清場 那